摸摸是妇女 所谓妇女 就是喜欢看男男爱情漫画或电视的女孩 同志激情的性爱和女性性幻想 在她的脑海全然不冲突 那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节目 可遇不可求 就是有的话很好 但是没有的话就也没有关系 妇女的快乐是颠覆传统的快乐 觉得世界有比较多的可能性 摸摸的妇女幻想 是从十二三岁看少女漫画开始的 最好幻想的体骤就是少女漫画 因为少女漫画 我一开始幻想也是觉得蛮快乐 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变成 本来应该是环老师 就是男主角来救我 然后男主角出现之后 就被画人那个了 但是那个当下我又觉得非常开心 所以以后就决定路线都这样走 妇女的性幻想 经常是妄想两个美男子谈情说爱 摸摸就连看电视剧《狼牙榜》 也会特别在意剧中男性人物的暧昧对白 产生种种的妄想 兴奋到快休克 里面的配队非常的多元 就好像你去一个游乐园里面 什么设施都可以玩到 有什么主仆啊 配队啊 然后也有就是灵魂伴侣的路线啊 然后也有青梅竹马 竹马竹马路线啊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各种菜色啊 各种路线啊 所以看起来就是很过心 摸摸到现在还是单身 对于感情她并不强求 无论如何她还有boys love可以去爱 单身没有什么不好 尤其在已经能有工作 然后也有娱乐日子也有这个方面 其实已经占掉了很多时间 而且也给我很多的房子 所以我实在是不太需要别的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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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